你没事吧 有事没事 伤哪儿了啊 你装呢 你 这要我躲啊 别闹 完了 有事 你没有人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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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这么快就买回来了 那可不是 你的话 那不就是圣食吗 照您要求买的御用面膜 精积好 少你一遍 谢谢老板 不客气 我 有空发朋友圈 没空回我微信啊 你来干吗 我自己的电话 我还不能来 你就不怕我又把你锁着啊 锁呗 反正我是觉得 在这个地方过夜也不错 更何况 我今天带了钥匙 在这儿过夜是挺好 我今天就睡这儿了 你睡这儿啊 我今天刚叫保洁 把家里打扫完了 你要睡这儿 那不白打扫了吗 跟我回家吧 回家 回什么家 我从六岁开始就没有家了 爸妈离婚了 乖婆去世了 以前 爸妈要上班 我从生下来就跟我外婆住 我外婆特别好 不仅做饭好吃 讲故事还好听 我从小就听了她的故事睡觉 什么故事啊 我就记得她跟我说 有人的地方才是家 但她突然就去世了 我只能回去跟两个陌生人住一起 不管他们离不离婚 对我来说那都不是家 那就是一个 充满着冷漠气息的房子 充满着冷漠气息的房子 你肯定想象不到吧 他们看到我就像看客人一样了 某人都客客气气的 而且 大部分时间我都见不到她 他们忙 我只能见到保姆 后来他们终于分开了 后来他们终于分开了 我就开始不停地搬家 先是因为离婚而搬家 然后 我妈这个人什么都要比 听说我爸再婚了 他买了个大房子 听说我爸买了个大房子 他又买个更大的房子 再搬家 他就只会靠这种方式来证明 他过得比我爸好 他什么时候考虑过我 知道我为什么 喜欢住在酒店吗 因为我听不到他们吵架 而且 不管我过得有多糟 第二天都能干干净净的 我哪有什么家呀 我的家 不大不小 就那么几个箱子 就那么几个箱子吗 你失忆了 我来来回回给你搬了不少箱子 我们现在住在一个房子里 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 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 你是不是听不明白啊 我说了 有房子的地方不是家 有人的地方才是家 是啊 有人的地方才是家 我不是 不是 我 过来 过来 你不回去了 我也不回去了 在这陪你睡 你 我 你也不知道 我 你也要 我 我 你这儿 是 我们 你 我 你 青春还带着梦的心里 追寻人梦的继续 这种大一发 那些阳迪的理想话 时间在偷偷变着魔法 可拥挤怎么能落伤 想给身边的你最美的情况 知道吗 爱能让人不害怕 年轮可发在连接